8月15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苏星 前首相丹斯林慕尤丁 因为Jana Vibawa弊案 在今年3月分别面对7项烂权和洗黑钱的控状 她今天获得吉隆坡高庭批准申请撤销其中4项 涉及2亿多令吉的烂权控罪 宣判她无罪释放 被撤销的这4项控状指出 当时身为首相兼土团党领袖的慕尤丁 为土团党接受了三家公司和一名个人的汇款 总额高达2亿3250万令吉 法官拿督穆罕默加米尔今天下判时说 慕尤丁的罪控含糊有缺陷 而且毫无根据 没有犯罪详情 因此批准慕尤丁的申请撤销了这4项罪控 慕尤丁在审判结束后走出法庭 接受媒体访问 慕尤丁的辩护律师拿督郑保德 稍后也披露慕尤丁所面对的另外三项 洗黑钱罪控属于上游犯罪行为 最终也将会被撤销 这三项洗黑钱控状 指控慕尤丁分别在2021年和2022年期间 接受一家私人公司的三次非法活动收益 并汇入土团党连仓银行户头 对于高庭所撤销的4项滥权罪控 总检察署已经在今天提成上述申请 镜头转向马六甲 马来西亚林氏中清会副总会长兼马六甲西和堂林氏大宗祠主席林定发 以冒用南都司令勋弦 今天被带上法庭面对欺骗罪控 他今天在代表律师陪同下上庭 在通议员以华语读出控状后 他否认有罪 法庭最终允许他上交护照 并以三万令吉保外 案件则定9月12号过堂 接着来跟进 华裔男子遭反锁公寓毕命案 警方在案发后证实死者陈庆心是死于心脏病 屋主也已经出面否认涉案 尽管如此 死者母亲洪女士今天声泪俱下 谴责屋主反锁屋子的行为 导致儿子惨死 如今希望能够为儿子讨回公道 洪女士今天在行动党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林立盈 以及代表律师彭顺文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他指出儿子性格内向不善交际 过去18年都住在案发单位 不曾拖欠租金 直到2019年儿子受伤无法工作 才由他代为缴妇 不过他说儿子去年10月开始当电招车司机 他就交由儿子自己承担租金 洪女士在记者会上不断哭泣 提到儿子的死状还一度情绪崩溃中断发言 洪女士也提到 母子俩最后一次联络是在今年5月 至于儿子拖欠了租金 他在接到儿子死讯之前已经代为缴妇 代表律师彭顺文指出 此案有太多疑点 他们会根据法律途径要求召开燕斯廷 以查明真相 镜头转向槟城大山脚 一辆马赛地房车与罗里猛烈相撞 导致房车内的两名华裔青年当场身亡 此案是今天凌晨2点多 在大山脚万庆路发生 两名死者分别是33岁的林征宇和26岁的王崇祥 死者家属今早纷纷前往医院太平间 办理手续和了解情况 目前案发原因还在调查中 柔佛麻坡方面 13岁少女本月5号前往巴珠巴霞的 仪仗加油完 却遭到狼仪仗性侵 狼仪仗今天被带上法庭 面对两项性侵儿童罪名 她在法庭上扶手认罪 并向法官求请轻判 法官最终裁定 被告监禁10年和编持3下 我们先进入一则商业资讯 一个重新定义的生活 治愈和繁荣的方式 康健医疗专家们融合交汇的地方 拥有完善与全面综合性的健康护理与疗养康健天地 欢迎光临东南亚首个健康护理与康健之城 欢迎光临KL Wellness City 周选结果尘埃落定 宾州首长曹关友在星期日宣誓就任之后 宾州的行政议员人选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行动党秘书长陆赵福证实 基于团结政府精神以及巫统赢下宾州两个议席 行动党中委会议决将会委任一名国阵巫统的当选中议员 成为宾州的行政议员 Sebab ada dua calon Barisan Nasional yang menang di Pulau Pinang maka kita akan melantik wakil Barisan Nasional daripada UMNO untuk menduduki dalam majlis masyarak kerajaan negeri Pulau Pinang itu satu keputusan seberat suara yang telahpun dicapai oleh CEC dan kita sudah tentu mengangkat semangat kerajaan perpaduan 据了解巫统并没有提出要求副首长的职位 巫统博旦区候任议员理查马利肯 预料将会出任宾州行政议员 另一方面陆赵福昨晚主持行动党中委会议之后 在记者会上披露 根据初步分析 团结政府的普选票在整体上比国盟略多 而两大联盟联手后成功赢下三州31个州席 也彰显了合作成功 对于巫统内部要求党主席阿莫扎西下台的声音 陆赵福则说 行动党不会插手其他政党的党内事务 目前也暂无必要检讨巫统和行动党之间的关系 随着槟城吉打和森美兰的州务大臣 已经先后宣誓走马上任 邓家楼和吉兰丹也在今天下午 举行了各自的州务大臣宣誓典礼 在登家楼一党副主席兼卢冷当州议员 拿督斯里阿莫沈苏利 今天下午宣誓就任 53岁的他二度当选登州大臣 吉兰丹新任大臣拿督纳苏鲁丁 也同样在今天下午完成了宣誓仪式 纳苏鲁丁是莫兰迪州议员 取代原任大臣拿督阿莫耶固 坐上了大臣之位 昨天宣誓上任的森州大臣拿督斯里阿民鲁丁 今天就到森州政府打卡上班 回到五楼办公室 他还鬼马地问候职员 看见他回来还高兴吗 惹得现场一阵欢呼 而这也是阿民鲁丁第三次担任森州大臣 一名原住民青年同时被多名邪灵附身 一到傍晚就会变得异常凶狠 还对尖锐物情有独钟 一旦得手还会取刀追人 青年的父母透过传统方式驱轨不成 辗转之下获得麻坡五级哈冯独门仙师坛主持兼同身陈科研的帮助 才让这名青年恢复正常 明天是农历七月初一 来看本报配合鬼节展开的鬼月化鬼特别报道 这名原住民青年的母亲和舅舅蔡红南 接受访问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 被附身的青年完全变了另一个人 不但会说不同的语言 还变得力大无穷 忘了自己是谁 还会攻击家人 舅舅蔡红南指出 原住民没有宗教信仰 经常出入山区的村民都会遇到灵异事件 不幸被附身的外甥经过一场道教科医后 已经恢复健康 由于家境清寒 他们出动全家人到庙里进行清理工作作为回报 也乐于到庙宇当义工 接着来看国际新闻 印度北部山城西姆拉是备受被包客喜爱的旅游地区 最近却因为连日大雨引发了土石流 冲垮当地一座神庙 造成至少9人死亡 20多人被活埋 至今救援行动还在进行中 这次印度北部暴雨引发的水灾和土石流 一共造成24人死亡 西姆拉位于印度北部的西马歇尔州 季后风带来充沛的雨量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西马歇尔州在过去48小时的降雨量引发了灾难 星期一上午就发生了土石流 冲垮当地一座神庙 淹埋了不少建筑物和基础设施 带来无尽伤亡 西马歇尔州内也有752条道路 因为暴雨无法通行 当地所有学校也从星期一起停课 缅甸北部一个玉石矿区 因为暴雨和洪水的关系 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发生土崩和坍塌事故 矿坑的积水倾斜而下 卷走了部分正在工作的矿工 造成至少36人失踪 当地政府在事发后积极展开营救行动 日本方面 台风卡奴前脚刚走 蓝恩台风紧接载后 于星期一登陆日本和戈山线 为日本中西部大片地区带来了抢风大雨 有超过800次的航班被取消 数万户家庭面临停电 京都地区有商店街沦为水城 有关当局甚至发布了洪水和土石流警报 呼吁民众关注自身与住家安全 镜头转向意大利 意大利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 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间爆发 喷发的熔岩和持续喷涌的火山灰 严重影响了当地的暑假旅游业 度假胜地卡塔尼亚的机场航班也全数取消 当地政府下令限制民众开车速度 并且发出摩托和脚踏车48小时禁令 以避免发生意外 接着来跟进夏威夷毛衣岛灵火事件 截至目前为止 毛衣岛灵火酿成至少99人死亡 已经成为美国史上最惨重的灵火事件 至今搜救人员只完成小部分区域的搜索 死亡人数恐怕还会攀升 夏威夷当局披露 目前只鉴定出两名死者的身份 灵火爆发时 美国一名机师正好与家人在当地度假 眼见机师和机组员人手不足 并自告奋勇帮忙 顺利载了超过300名旅客返回美国 由于情况危急 他坐进驾驶舱时还穿着休闲短裤 俄罗斯联邦达基斯坦共和国的首府马哈奇卡拉 在星期一发生油战爆炸事件 造成25人死亡 66人受伤 死伤者当中包括了多名儿童 火事迅速蔓延到600平方公尺的范围 消防队花了三个多小时才把火事扑灭 也撤离了不少周边民众 避免二度爆炸的风险 连接新疆南北的独库公路 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景观大道 它全长56万1000公尺 有一半的路段位于海拔2000公尺以上 沿途风景秀丽而且变化多端 沿着独库公路漫游 一天内就可以体会四季变化 新闻最后跟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体会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景色和意境 我是苏星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三一五十号继续行事 七十四公里 宝贝莲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